西部的边境城市布扬斯克 在当地周六中午是突然间爆出了巨响 根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 是有四架的军机坠毁 包括了四位飞行员在内 共造成了九人死亡 俄方究竟不指控这个是乌克兰 从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 如果这个指控是真的的话 这也是开战以来 五军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 急坠军机 俄罗斯西部城市布扬斯克 传来这声巨响 还能看到大量黑烟上窜 吓得当地人惊呼失声 俄罗斯媒体报道 这股黑烟来自俄军的米巴直升机 当时直升机正要从布扬斯克 前往乌克兰切尔尼哥夫 执行攻击任务 却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失势 而且在同一天 竟然还有一架苏凯35战斗机 一架苏凯34战斗机 和另一架米巴直升机 坠毁在克林奇地区 四架军机出事 共造成9人死亡 现在俄罗斯指控 是乌克兰派人发射地对空飞弹 击落这些军机 乌洛偏逢连夜雨 同样在俄罗斯西部的工厂 半夜发生莫名大火 乌克兰卢干斯克的二战区 也遭到飞弹攻击 俄罗斯从飞弹破片研判 这是来自英国军援乌克兰的远程飞弹 暴风指引的攻击 尽管如此 俄军没有放弃挑衅 不止疑似释放间谍气球 进波兰境内 还在黑海发射飞弹 庆祝黑海舰队 成立240周年 TVBS新闻总部报道 刚刚那一则报导中有提到 俄罗斯疑似释放间谍气球 进入到了波兰境内 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请教记者刘婷婷告诉我们 除了关心俄乌战争 当然周边国家的国土安全威胁 也是外界相当关心的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 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北约的最前线 自然而然也是俄乌战场的 最前线这个位置 而波兰国防部日前就证实了 他们侦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物体 是来自白俄罗斯 入侵到了波兰的领空 他们目前推测是一颗侦查气球 这个气球的最新动态 当然也是引发了 波兰国防部的全程关心 这个气球目前是飘到了 波兰的中北部城镇雷屏之后 就在雷达上失去的讯号 所以可以看到 他们的国土防卫部 现在也是针对这颗气球 到底现在确实的位置在哪里 也展开了搜寻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俄乌战胜在爆发之后 波兰在最前线 也是少不了一些波及的 来看到去年11月的时候 就有个飞弹落入到境内 当时造成了两人死亡 当时其实很多人非常关心 因为这个有没有可能直接启动 所谓的北约第五条款 article 5 但是后来推测 其实有可能是来自于乌克兰 一个失败的防空飞弹 所以落入到了波兰的境内 而在今年的4月 在波兰北部 也寻获了一名飞弹的残骸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波兰预计在今年10月 就要举行大选了 所以国家安全也会成为 在选举上面非常关键的议题 波尔战争开打 是已经将近15个月时间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首度前往意大利的罗马 意大利空军不只是派出了 台风战斗机护航半飞 就连地面的围安 也都做好了万全准备 因为泽伦斯基这一趟 除了看意大利的总统 还有总理见面之外 还特别前往到了教廷梵蒂冈 两架意大利台风战斗机 伴随乌克兰总统专机飞行 罗马市区更有警车一路护送 泽伦斯基出访欧洲的第一站 意大利用最高规格迎接致敬 这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泽伦斯基首度前往罗马 他还特别到范蒂冈 拜访教宗方济各 泽伦斯基带了这件 上头画有圣母像 和乌克兰国旗的防弹衣 送给教宗 两个人谈了40分钟 只是范蒂冈没有公开谈话细节 我认为他认为是成功 至少他能够见面 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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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总统专门专门专门 在这段四集口中 近期对意大利的感谢 就像乌克兰乔民 想对她说的一样 结束罗马的行程 泽伦斯基预告 下一站前进德国柏林 德国也已经做好 最高的危安准备 要保护他的安全 TV雄恩综合报道 而同一个时间 中国跟俄罗斯 是又加深了合作关系 俄罗斯总理是批准了 经由远东的路线 向中国来输送天然气 双方都提倡要用本币来结算 我们再请教婷婷 可以料中国最近 其实积极的希望 可以扮演欧战争的调停角色 也促进和谈 不过其实中俄的关系 却是越发紧密了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 现在就对外来证实了 他总理米书斯基 就表示批准俄罗斯通过远东路线 来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协议 而且会将这相关的协议 提交给俄罗斯的下议员来审议 在这个时间点释放这个消息 当然也引发了外籍的关注 我也可以看到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欧美有不少国家 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来进行制裁 但是现在中国却是坦荡荡的大力量 直接来跟俄罗斯购买这相关的天然气 而且将会从俄罗斯的达利涅列 秦斯克的位置 直接输送到黑龙江省的虎林地区 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 也对外证实 俄罗斯境内管道的建设 还有营运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来负责 而中国境内的路线的路段 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的 而双方目前是希望提倡 使用本币来结算 意思基本上就是要加速 去美元化的这个政策 那么讲到合作 先前美国驻南非大使 指控南非政府提供了俄罗斯武器 让南非的货币大受影响 一度跌到了历史最低 南非总统下令彻查 而最新消息是 这名美国大使道歉了 我们再请教婷婷 美国跟南非的两国外交的状况 是不是陷入一个尴尬的情况呢 竟然因为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说法呢 就造成了南非的货币 难得跌至了历史新低 来帮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经过 可以看到美国驻南非的大使 布鲁吉特呢 日前就表示南非政府去年12月 将武器还有弹药 运上了一艘停在开普顿附近的 俄罗斯船只 而且呢他言下之意啊 就是说南非呢 是有对俄罗斯来输送武器的 而且呢他是表示说呢 确信这些武器是有被运到船上 还说呢他愿意用他的生命 打赌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而此话一出呢 竟然就造成了南非的货币重变 而盘中最低呢 是一美元兑上了19.5148南非兰德币 而是创下了历史新低的记录 那可以看到 其实南非啊 最近的经济状况实在是不太好 还有面临包括像是电力危机 而且明年大选的不确定性呢 也造成了南非的货币呢 一直都处于不太稳定的状况 再加上呢 他们跟欧洲以及亚洲的国家呢 进行这个贸易交流啊 可是可以看到啊 因为呢 这两部分的经济呢 都是疲软的 所以呢 可以看到也影响了南非的经济 现在呢 再加上美国驻南非大使这句话呢 自然也是引发 外界呢非常关心 美国有没有可能对于南非来进行制裁 所以无疑啊 可以看到这个当然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 那当然呢南非的政府也赶紧跳出来澄清了 可以看他的总统又表示呢 南非对于俄乌战争呢 是持中立的态度 不会提供任何的武器违反原则 另外他的这个国际关系 及合作部的发言人也表示啊 南非出售武器呢 上来都是以严格闻名 所以可以看到呢 其实南非的两大高官 此话一出呢 也让美国驻南非的大使 干紧的出来发声明道歉 那么镜头看到了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对于周边局势造成的威胁 是持续引发了日本的关切 日本外相林芳正 在出席欧洲以及印太外长会议时就强调 中国正在单方面改变东海 以及南海的现况 并且给出了进一步的呼吁 5月10号 中国大陆庆祝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成军10周年 大陆官媒特别提醒 新公布的宣传片中有彩蛋 环球时报引述军事专家说 片里面出现了两款新型蓝寨机 一架下一代的隐形战斗机殲35 另一架是殲15的升级版 对比中国大陆官媒宣传 日本外相林芳正 则是在热典出席欧洲及印太外长会议时 再次强调中国威胁 林芳正指出 面对当前局势 日本除了跟印太国家合作之外 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 一起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 也很重要 不只日本公开发声 根据独卖新闻报道 在欧盟新修订的对华战略草案中 也首次写进了需要为台湾突发事件做好准备的内容 对此大陆外交部则回应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所谓中国军事扩张 毫无道理 电视线与杨学生 庄志伟综合报道 那么讲到日本 在19号的时候 广岛G7峰会将要登场了 媒体预告 广岛G7峰会将讨论